我做剛剛嘉良提到的兩個政務 要來提案的其中一個 不過這個在一個禮拜前 其實我只聽過黑客松的名字 但是不曉得黑客松怎麼運作 但是因為我有件事 已經要請嘉良幫忙 結果他就叫我來這邊提案 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下一月 那因為我接到一個 香港電腦學會的一個護衛長 來給我一個信號 他就是說他明年 四月要辦一個 兩岸三地的黑客松的禁賞 然後希望我這邊能夠推薦 兩到三個隊伍 然後這個是一個 我們台灣這邊已經辦過競賽的winner 再去那邊 他會有機票跟住宿的一個招待 那我本來請嘉良幫忙 但是他說應該來這邊提案 所以我就來這邊提案 那因為他去年也辦過 所以我就稍微介紹一下他去 但明年還沒有一些正式的出欄 那我看下一頁會比較清楚 這是他去年的schedule 那去年他是跟大陸跟美國一起辦的 所以這有點不好意思 有點模糊 那最主要是這三個 App 他最主要是做App的 所以這是去年的 App for e-commerce App for e-learning 等等的 這個是他去年 但是明年的還不太清楚 我本來在想是說 我不曉得黑客宗這邊有沒有競賽 可以跟這個winners 可以可以跟 就是明年他就會 就邀請兩到三隊的去做 這個是 那他其實這個黑客宗的競賽 只有一天 就在那個 那個四月 那是幾月 4月13號去年 去年的4月13號 禮拜六那一天 那其他就是他在香港的這個IT的嘉年華會 當然 那 這就是怎麼參加 所以我請教過嘉良 他是說去年的題目是有點廣 但是我們不曉得明年的題目 但是就是說 他有建議就是說 因為他們 他們會在跟微軟有辦這個 這個採訪主題的黑客宗 那 如果這個可以的 如果那個 那個香港那個舉辦的這個黑客宗 現在可以cover這個主題的話 那也許可以有這個活動的優勝隊伍參加 另外如果有其他正在進行的活動 也可以 就是說現在我們還沒有決定來 所以才今天來這邊提案就教大家 那 如果有討論空間 我們也可以跟香港方面來聯絡 有其他活動 那 因為 接下來如果要辦競賽的話 我可能就會退到後面 就是如果 我幫各位 如果有人要接辦 然後跟香港那邊 有取得聯繫 就可以取得聯繫 就有你們直接來 來做接獎 那以上是我的提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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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